古典奢華跳展市場 為什麼稱為古典奢華跳展市場 它就是涵蓋了各個年代 各個文化 各個藝術 所有的東西都衝撞出來 所以這裡雖然一個小小的 你就可以看到它各個年代的東西 好像到古董市場尋寶一樣 那我們怎麼樣講它是各個年代呢 它涵蓋了那個曼威尼 然後那個威多利亞那個年代的雷斯 我一件一件在他們講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掛了這邊太多 會太雜亂 這個就是威多利亞年代的雷斯 所以這也是一換季集就可以賣的 好 我們來介紹古董跳展市場 這件就是剛剛在Powfury上面介紹的 威多利亞時代的這個手工雷斯 那花朵非常的精緻典雅 我們用運動風的夾克 來呈現這種時髦感 然後Rulax沙線的這個螺紋 織出了一個金色的這個Rulax沙線 帶出了今年的一個時尚感 下面搭配了流書庫的造型庫 行走間也充滿了一種律動的活力 摩特爾麻煩你走到這個人臺上 這個人臺這邊 那我稱這樣的白色為橋樑色系 因為它如果站在這三組衣服當中 它就會互相加分 那橋樑色系就像是綠葉 那不能每件衣服都是紅瓜 它必須要有綠葉來陪襯 那麻煩走在這一件 我們看它如果穿搭在這件長的 這件紗的洋裝旁邊 它也會是一個很好的展示面 像我講的它是一個橋樑色系 所以當你們在搭配的時候 發現顏色比較重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件橋樑色系拿出來穿 好 謝謝 這件古董跳蚤絲場 這個是波西米亞的牛仔上衣 手工刺繡的圖騰與抽須 帶出了波西米亞迷俗浪漫風格 那下面搭配的這一件烏干紗的造型裙 它跟樓空網做了一個結合 這也是剛剛我們介紹的那件 碧喜綠墨綠的烏干紗 我剛剛說它有一種非常內斂高級的這種色光 那我們裝飾了雞皮的腰帶 那我為什麼會配這個墨綠跟牛仔呢 我們看一下原因 我們看這個上面 它這個圖騰上面就有這樣的墨綠 還有這個橘黃色的雞皮色 所以下面我搭配了這個墨綠的烏干的造型裙 搭配了這個橘黃色的雞皮腰帶 所以我經常跟你們講說在你們在搭配的時候 你先選出一個主角 然後它的搭配性就出來了 然後並且會非常的不違和 非常的完整 樓空雞皮的背心 那向日葵的橘黃是秋天非常重要的色系 我們可以搭配墨綠 暗紫 寶藍 它都是非常好的搭配色系 那我們這一件是條紋拼接出幾何的圖形 時髦又帶著個性 那搭配了特別袖型的白襯衫 還有黑的蕾絲短褲領帶 穿出了陰陽相容之美 當然這個背心好多組可以搭配 像這個背心 我們搭配這一件 沙的長洋裝 有一個非常好的秋冬的搭配方式 裡面可以穿長筒的靴子 那也可以穿我們的這個繡花鞋 那也可以搭 如果是同一組搭配 當然是像這底下搭配五絲褲也很漂亮 那好多種不同的搭配方式 我們下面還會再介紹到 好 謝謝 好 模特兒請出場 那這個就是跟剛剛同一個系列的 它是非常秋天色彩的雪紗上衣 像日葵黃我剛剛提到 是今年蠻重要的一個顏色 秋天蠻重要的顏色 那黑色的雪紗上 有許多奇幻的宇宙星球 它是一些超現實的圖案 我們用波西米亞的浪漫的 款式的上衣來呈現 那這件造型的短褲 我個人非常喜歡 它很特別 也是穿出了我所謂的陰陽相容之美 其實這件造型短褲非常好搭配 除了可以這樣搭配 它也可以搭配我現在指的這一件 桃紅色的 因為這是一個短板的針織上衣 所以它可以穿白色的襯衫 把這個短板的針織上衣 像我剛剛講 綁一個打結在那邊 它就會是一個很好的配色 那底下穿巷子的短靴 或者我們今年衝撞的球鞋 它就是呈現完全不同的風格了 好 謝謝 請下面模特兒出場 這一件黑白花的牛仔夾克 它不同於一般的牛仔布 它是金尾紗膠枝的枝花牛仔夾克 我們用酵素洗 洗出了一種比較帶點潑潑的效果 然後用粗的毛線 手工縫的色彩豐富的大花朵 然後搭配了色彩非常豐富的 我們看到 裡面穿的這件T恤 是用絨布條 還有Bling Bling的亮片 縫製出來的 那這樣子搭配起來 就是非常的時髦年輕 下半身搭配的這個造型群 這個造型群也很特別 它有開叉 然後有不同的這種長度的緊接 也非常的特別 像這件衣服 我們的旁邊展示 就非常的多元化了 因為它裡面的 你看我們看它裡面的多少顏色 有桃色 有紫色 有橄欖綠 然後我們這外套上有翠綠 有橘黃 所以它旁邊可以佔上各種不同顏色 與它都會非常好的一個搭配 那這一件呢 就像是手工搖布機製造出來的布料 那粗毛線的金尾紗 穿梭編織的 像是一塊藝術品的布料 那我們用方巾的概念 兩邊拼接了亮橘色的雪紗 也是穿出了時尚藝術家的這種 瀟灑浪漫的風格 那同樣的我們搭配了 鏤空的這種姐姐的leggy 穿出了一個小小的性感 像這件搭配剛剛穿的那件 黑白花的牛仔外套的展示面 也會很獨特 很漂亮 可以了嗎 還有沒有 很慌張的 像是一堵是一堵是一堵 美的術是一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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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